一个城市中心的山寿中 惊现一座两千多年前的神秘王林 残忍的人训 万余件奢华陪造品 考古学家黄展岳黄淼彰 探秘西汉南岳帮墓 1983年的夏天 位于广州市北郊的一座 名为香港的小山上 几十名工人伴着推土机的轰鸣 正在凿石跑土 凭整建房子的地基 近无十米高的小山包被凿掉了一半 干得正起劲 工人们突然发现 那风花的有些零碎的石块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块块排列整齐的 沙岩石板 在断裂的石板下 露出了一个黑乎乎的洞穴 广州闹市的工地上 发生了这样奇怪的事 工人们都不敢轻取妄动 这深藏在山腹中 黑乎乎的洞穴里究竟是什么 一世间种种猜测 纷纷出现 有些民工说 是不是以前地主老财 有钱人啊 藏宝的地方 也有些民工 是不是日本人侵略我们的时候 搞的一个秘密的军火库 工人们的猜测 让所有人警觉起来 工地负责人立刻把消息 报告给了广州考古队的相关人员 文讯而来的考古学家 麦英豪等人通过石板的缝隙 用手垫向里面照去 发现石板墙壁边堆满了陶器 经过初步推断 麦英豪等人认为 这黑乎乎的洞穴里 很可能是一座石室古墓 而且是深埋在香港山 十七米深的山腹之中 黄淼璋 时任广州市文管会考古队队长 最先赶到古墓现场的工作人员 并全程参与了古墓的发掘工作 对于三十多年前第一次勘察古墓的情景 他仍然记忆犹新 我们看的地方是第二道石门 后来发现了主观石那里的上面 那个是紧闭着的 突然看见第一道石门 那个前石通向木到那个石门 打开了 倒了 那个石板倒了 糟糕了 支戈墓可能被倒了 发现石门倒塌让考古队员们的心凉了半截 根据记载为了防盗 很多汉代诸侯王的墓葬 有凿山而建的习俗 那么这个墓葬会是汉墓吗 石门的倒塌到底是不是意味着 这个墓曾经被倒过呢 带着种种猜测 麦英豪决定找个人下去 一探究竟 夜色沉沉 雾气茫茫 向更山一片寂静 当工人和看热闹的人们散去 考古队员们开始了他们的特别行动 一根竹竿顺着缝隙插入墓室 黄妙璋顺着竹竿钻了进去 进行是有点复杂的 就不知道下面是什么 因为古代也很多传说说为了防盗 古人为了古墓的防盗 他也搞了一些暗器啊 什么毒箭啊 飞刀啊之类的 进入地宫的黄妙璋 借着微弱的手电筒灯光 小心翼翼地观察起来 在饮食冰冷的空气刺激下 带来的是心理上的紧张与恐惧 前十呢我就发现这个过程有点吓人了 那个前十一个顶盖板很大的顶盖板 顶盖板错位了 中间裂开了 中间裂开了这个顶盖板很大 中间裂开了好像马上掉下来的 但是我一看到呢 那个再一照呢 就发现这个前十呢 就很多卷云纹 卷云纹非常漂亮的卷云纹 画得很好 这一巨大的发现 使得黄妙璋内心的恐惧和紧张渐渐消极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不可言重的兴奋与激动 这些石壁上珠目绘制的卷云图案 经历千年仍然色彩斑斓 转进去 经过过道 一转就转到冬尔市 我一转进冬尔市 我就愣在那里 一进冬尔市 走完过道就看到那个边筋 边庆摆在那里 非常好 边庆在放在地下 边中是有个架子 有个架子 七架 七架还挂在那里的 再往前 我再拿手电头 一看 发现冬尔市边上放着很多铜器 那从我的考古镜来 这根没有背道 就前石现在在那排的前面那位置 它有个裂缝 刚好比较瘦的人可以下去 就这里下去 那根竹杆子慢慢地滑下去 滑下去第一看到的就是前石 前石这里在这一转 转到冬尔市 他们就看不到嘛 那上面的人问我有什么东西 因为我固执看里面的那些 铜器啊 边中啊边境 没有回召进 看大爷正在那里 就是这样的情况 就在这里了 一个城市中心的山坟中 竟隐藏着一座 两千多年前的神秘亡灵 一次偶然地考古发现 为什么开启了一条 通向古老岭南王国的 时光隧道 考古学家黄展岳 黄淼彰 叛逆西汉南岳王牧 1983年的夏天 著名考古学家黄展岳的家里 迎来了一位多年未见的老朋友 同时考古学家的麦英豪 麦英豪这次进京 特意带来了两张照片 两件刚刚出土的陶器 有着秦汉考古 第一人美誉的黄展岳 看好当即断定 这是一座汉代墓葬 在断代的同时 他还做出了一个 大胆的推测 这很有可能是消失了 两千多年的赵陀墓 那么这个赵陀 究竟是谁呢 公元前214年 秦王朝平定岭南侯 推行中原的郡县阵 岭南下设三郡 平定岭南的秦军将领 任肖出任南海郡郡位 赵陀担任南海郡之下的 一个县令 在秦末发生暴乱之时 地处偏远的南海郡 却是一派平和景象 一天夜里 一个绝密的会议 正在进行 任肖就跟他说 现在天下未定 咱们一起来吧 造反吧 在这个时候任肖就快死了 就跟他说我快死了 我弄不了了 这个事情你来干 赵陀就同意他来干 林郊一死 还没发生 他就把这个未定郡的相军 让他们来开会 你们看看天下大乱 咱们要怎么办 要不要反 要反的站这边 不反的站那边 赵陀担任这手段很厉害 他就把那些不反的 统统都给杀 把拥护他造反的 都各以重任 好 咱们就一起反 咱们没有力量去跟他争中央 咱们争不过他 但是咱们呢 无领为界 咱们是在化领而遏制 由此赵陀一统三军建立了南越国 成为了与西汉凶农并力的三大政权之一 并读攀与 也就是现在的广州 今天我们已经无法了解确凿南越国的疆域 只是根据史料的零星记载得知 它大概包括今天的广东 海南 广西三省 以及越南北部地区 赵陀在被六十七年之久历经屠治 并在南越这个少数民族地区推行了一系列汉化政策 促进了岭南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 以及汉越民族间的融合 在这个淡湾之地创造了一段传奇 公元前137年的深秋 潘域古城发生了一件大事 一夜之间大队兵马把周围的山岭包围的密不透风 四只一样的送葬队伍 抬着四个一样的灵鹫 从潘域的四个城门同时出城 而送葬队伍最终的去向却无人知晓 被送葬的人到底是谁呢 他就是第一代南越帮赵陀 据史书记载 赵陀去世四百多年后 孙权听说他的墓里陪葬了很多宝贝 于是特地派了几千兵组 把广州周边的很多山岗都刨了一遍 却还是没有找到赵陀的墓 赵陀活了一百零一岁 以他的经济实力 他的随葬品 诱惑着孙权就不足为奇了 那么他究竟被埋葬在了哪里呢 广州考古队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 就开始寻找赵陀墓 考古队长长年跋涉在广州市郊的青山绿水之间 苦苦寻找却毫无结果 那么闹市之中的香港山地下 这个几乎是自己浮出水面的王墓 会是那个跟大家捉了两千多年迷藏的南岳王赵陀之墓吗 一个城市中心的山腹中 惊现一座两千多年前的神秘亡灵 墓主人究竟是谁 考古学家黄展岳黄淼璋为您讲述 1983年8月25日 著名考古学家黄展岳带队从北京抵达广州 担任此次发掘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伴随着挖掘机和搬运机的轰鸣声 发掘工作秘密进行 新中国考古史上的五大发现之一 就此展开 大型汉墓通常由墓道前室和主观室即东西各尔室组成 考古人员发现这个大墓的墓道和墓室间有个石门封堵着 在墓道的斜坡和尽头各有一处明显的训人痕迹 这种在墓室外就发现训人的汉墓 考古人员在岭南还是第一次发现 这个墓道的斜坡这段就有个寻人 这个年纪不大二十来岁 这是个难的 在故事里面也有一个寻人 门了 开门上了 那竟然就是这个前室就墓门了 打开石门进入前室 一个彩绘石室墓首先呈现在人们眼前 石壁上绘制的十分精美的卷云图案 这是我国考古发现的最早彩绘石室墓 显然墓主人有着很高的政治地位 前室也是一个方法 就像一个小厅似的 我们叫做车马士 这个地方又一个寻人 在这个训人的旁边 考古人员发现了一枚同志印章 上写景象令印 景象令是这个训人的官职 他的职务是在王宫中掌管皇后太子的家世 他就是在这宫廷里头啊 管这方面的 就这么个小关 通过这枚印章 考古人员基本可以确定 这是南越国时期的王墓 在岭南南越国共传五世国王共九十三年 墓主人究竟是哪一个国王呢 历史记载 南越国只有开国君主赵佗和第二代王赵胡建有大墓 第三代王赵英奇的墓被孙权意外盗绝 第四代王赵兴在内乱中被杀 第五代王赵建德在长安被问占 都没有建造大墓 那么这个印章预示着 这位藏匿在香港深处大墓的真正主人 就在赵佗和赵胡之中 这是我们发掘的那个墓道 墓道它就是这样 你看这里直通它的墓门 在墓道里面为了防盗 它填了很多石头 我们把石头有些已经拿走了 一些很大的石头填在这里 这里是我们说的外藏国 这个外藏国就是帮它守门的 这里发现了两个序人 这里我们站在这里有一个 这里斜斜坡那里有一个 我是从这里下来 他们把我这里用个竹杆这样滑下来 先看了这里再进到这个东尔寺 进到东尔寺呢 一进到这里就发现这里排着 一排的那个边庆 石的边庆 一排的边庆就在这里 在这里面就很多那些铜器 铜的体筒啊 铜方啊 铜湖啊 还有边庆啊 等等等等 哇 我一看我就站在这里 愣在那里 非常高兴 心情就很激动 突然间就从那个现代世卫 一下子就回到2000多年前 南越国时期看到这些东西 考古人员在东尔寺发现了 两套由小到大 依次排列的青铜边庆 边庆旁边由小到大 渐次排列的石边庆 一共18件 显然这是一支庞大的宫廷乐队 一代这个贵宾 就像现在叫做敲楼大鼓了 当时是敲这些边庆边庆 所以它有木头架的 这木头可能还弄得很漂亮 但墙不烂 所以木头一烂的时候 这几个边庆边庆都掉下来了 当考古人员抹去青铜边庆上的灰尘 即发现了一行文帝九年岳父公造的英克传 根据史料记载 在岭南历史上 只有南越国第二代王赵胡称作文帝 赵胡是赵托的孙子 难道之前赵托墨的推测不准确 就在大家疑惑猜测的同时 西尔寺的各种器物和珍宝 映入了考古人员们的眼帘 前世的车马要出现 东尔寺就离开 西尔寺它藏口 最多白的东西是最多 陶器 漆器 还有铜器 还有密器 一啰啰在那里 派一个人拿着竹梯搞一个沙包 长梯弄进去 当了一个桥 就在它四个角搞个转 把它几个转落起落高了 悬空的就再打一个架 打一个架来发掘 西尔寺当时是它的库房来的 很多很漂亮的玉器都在这里发现的 包括这个腹节 包括这些印花板那些 还特别是这里有很多密切很漂亮 南粤王墓坐北朝南 按前朝后厅的格局建造 共有七室组成 各个小空间都有着各自的功能 整体就是一个缩小的粤王宫殿 发掘至此 陪葬中已经发现了四个训人和精美陪葬品无数 这些已经完全超出了黄展岳的想象 那么大墓中的墓主人到底是不是照托 考古进行到关键时刻 一道石门挡住了黄展岳 通往主墓式的去路 都打不开它 它就后面顶着了 怎么办呢 让它费劲了 从底下挖 给它挖挖挖挖 然后再找个瘦小的格子 就钻进去 这个是底门器正在不行的 底门器就是石头的 你看这两个石头是比较长 是固定的 中间三开的是可以动的 它门一关的时候 这个现在不能浮起来 所以这个就把它门就顶住了 就是这样的 顶到这里的 现在不得灵 就是这样的 很巧妙 它主要是后面石头比较重 前面比较轻 自然就顶住了 这样顶门器 防盗用的 对 防盗用的 顶门器被拆除后 石门被顺利打开 十平方米大小的主牧师尽收眼底 历经了两千多年的岁月 牧师中央的光果和牧主人早已腐烂如泥 牧师中央变放了大量圆形玉壁 这是一块四角钻有小孔的薄玉片引起了黄展月的注意 通过众多散落的小玉片 通过众多散落的小玉片 他推测大牧主人身着玉衣 一看牧主人穿玉衣 这个牧主人的尸体整个都腐烂了 还有几个牙齿 项鸥 项鸥还在 这个骨头还几根 心上一边五把铁剑 五颗长 心上有九颗印装印装 我们把那些石头 掉下来的那些石头清理了 一清理就发现一个非常惊人的景象 就是发现这中间这里就很多玉片 原来牧主是穿着玉衣的 还有很多其他的大的玉壁 很大的玉壁 这是古人认为精益在九窍 尸体可以不腐烂 所以他穿着玉衣 而玉衣里面放了很多玉壁都在那里 玉衣是汉代皇帝诸侯王 和高级贵族死后专用的炼服 在岭南除了南岳王时问 谁会有这样的气派 经过考古人员的仔细清理发现 这个玉衣用的不是金线也不是银线 而是用丝线和丝带连缀而成的 丝旅玉衣 那么玉衣的主人是谁 还有没有能够证实牧主人身份的陪葬品呢 一个城市中心的山坟中 竟隐藏着一座两千多年前的神秘亡灵 一次偶然的考古发现 魏人们开启了一条通向古老岭南王国的时光隧道 考古学家黄展岳黄淼彰 探秘西汉南岳王牧 就在考古人员整理主观事的时候 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 一枚地印和一个可有赵墨文字的玉印 这显然是这个深藏在山坟中 两千多年大墓主人的名字 但这枚印章 不但没有让墓主人的身份真相大白 反而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912号的下午大概三四四点多的时候 我们在主观事发掘的时候 就发现有印章 这墓主身上带着印章 先发现一个赵墨的印章 赵墨墨这边墨 当时我们就觉得那个赵墨是谁啊 之前考古专家推断 如果这座大墓真的属于王墓 那么它很有可能是属于南岳国第一代王赵陀 或是第二代王赵胡的 然而史书中并没有出现过 赵墨这个名字为王的记载 那么玉印所刻的这个赵墨 到底是谁呢 拥有人训陪葬 身着玉衣的墓主人 到底是不是考古人员所猜测的 南岳王呢 下期大家为您揭开谜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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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大家为您揭开谜底